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是湖南理工学员的 李光施 我2000年 8月3号来到岳阳 然后我来的目的 就是学中文 我们三口一家人 都是一起学的 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衣着朴素 骑着自行车上班 如果不是自保家门 很难相信镜头前 这位59岁的大学教师 来自韩国 如果没有突袭的 新冠肺炎疫情 此时的李光施 还奔走在拜访 在华韩企和机构的路上 为他的学生 寻找实习就业的机会 因仰慕中国壮美河山 而喜爱到中国旅游的李光施 很早之前便十分向往 范种烟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 浩瀚洞庭 2000年 李光施携妻女来湖南旅游 一到岳阳 便被洞庭湖的烟波浩庙 岳阳楼的悠久历史所吸引 萌生了在此停留 学习中文的想法 经朋友介绍 以及湖南理工学院的热情相邀 李光施和妻女三人 开启了在中国的留学生涯 那就是我学了两年的时间 那个学校提出之后 然后叫哈女 所以就是我这03年开始 就是不学了 不学中文 是专门教学生 叫哈女的 在湖南理工学院 度过两年的留学生涯后 李光施的身份迎来转变 他成为该校旅游管理专业 唯一一位韩国语选修课教师 随着韩中关系和韩企在华的发展 李光施萌生一个想法 在湖南理工学院 创办韩国语专业 在学校的大理支持下 李光施亲自回国考察 大力引进了一批韩国骨干教师 并多次同韩国驻武汉领事馆联系 寻求在选取图书 教材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2006年 韩国语正式成为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一个专业 除此之外 长怀诗者父母心也的李光施 还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 成为在湖南首设奖学金的外籍教师 提及设立奖学金的初衷 为光是回忆 这由于十多年前 一名学生被摩托车撞伤的故事 当时这名学生伤势较重 虚做手术 但由于家境贫寒 手术费捉襟见肘 他二话没说 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 此事让李光施感触很深 此后他便一直在思考 除了教好韩语 他还能为学生做些什么 在与妻子商量后 2006年 李光施夫妻在湖南理工学院 设立了希望之光奖学金 除了他每年自掏腰包捐助的6000元 学校还配套6000元 迄今为止资助的学生超过200人 一个厂商工作的 他是领埃及的一个学生 他是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 拿到1000块钱的这个掌学金 他说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300块钱而已 拿到就是1000块钱的掌学金 他就在是这个很 非常非常这个荣幸 就是很高兴的事情 他现在我围绕冬节的时候 我去厂商见他 他还记得 其实我老师还是帮忙 学生这是应该的 不是还是学生还记得 我非常有成就感 除了教书育人 到湖南21年来 李光市频繁拜访韩国各大高校 洽谈外置引进 学生出国留学交流 及师资联合培养等项目 目前 湖南理工学院与韩国多所大学 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此外 李光市还多次在湖南政府访韩之行中 担任翻译 积极搭建湖南与韩国往来的桥梁 荣获湖南省教育厅芙荣奖 岳阳市巴林友谊奖等 学校我还有五六年的工作的时间 那么我希望我们湖南理工 我们韩国专业能够发展到 能够造成研究生 我以后几年更加努力 好好发展我们专业 等于我们专业发展 就是学校的发展 我退休以后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很满足 我27年的时间 都带着我们湖南理工 是没什么遗憾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